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民进党选队会今将公布是否离让台北市长柯文哲,传议定调自体人选。 柯文哲今早受访大叹,现在变成党同法义,同一党马外面有马外面的自由,不同的就修理它。 但被问及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民进党霸凌? 柯敬回我应该是被媒体霸凌,柯文哲今早搭公车上班途中受访,一路畅谈选举议题。 左有市府幕僚透露,柯文哲选举战略就是秉持走中道,柯文哲今天重申,这个社会,比蓝绿更重要的是黑白,比统都更重要的是是非。 台湾好不容易走到民主自由多元开放包容,但我们有看到包容吗? 他在议会被问两岸一家亲,之所以不想回答就是因为曾几何时,台湾都在用意识形态检验自己同胞,但若走中道会不会变成蓝绿不讨好? 柯文哲对此反问除了蓝绿,有没有其他因素争取人民认同? 宣吉解释所以这次他的选战口号叫做进步价值,光荣成事,由于民进党今天将公布是否礼让,据传已定调将自体。 柯文哲没有正面回应,据例称,2000年前人类政治是直接民主,所以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投票出死,到了17世纪因为民主政治兴起,国家太大无法直接民主,才进入政党政治,代以政治这种间接民主。 但现在进入网络时代,可以在网络上马上做,可以商议要不要间接民主,却变成党同法义,同一党马外面有马外面的自由,不同的就修理它。 有媒体问科,科律关系好比冷战的美苏。 科孝指双方是小过了,不像美苏有原子弹,况且自己只有一个人,至于民进党启动第二次民调,会不会有合作空间? 科文哲直言,两韩都可以握手了,人与人关系不要这么两极化,不要不是朋友就是敌人,台湾政治思维要修一下。 他也说,就像美苏双方都有核弹,但还有不同方式,不同关系的合作,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民进党霸凌? 科会说,我应该是被媒体霸凌。